中国对日本水产品实施禁令一年多来 日本一直想让中方高抬贵手 眼看其他替代市场 无法和中国市场相比 且中国市场不断有其他国家的水产品涌入 日本再也等不了了 在此前不松口的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允许中方进行监督和独立采样检测 最终日本水产品能不能重返中国市场 还要看日本怎么做 在中国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后 日本一直在为解除禁令努力 近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格罗西进行了电话会谈 两人就如何加强监督体系达成一致 紧接着日本政府便向中方传递了该消息 中日两国的相关部门 针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 已经展开了多轮对话 如今达成了四点共识 其中包括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下 赋予中国等所有相关国家第三方监督的权利 确保各国能够自主进行样本采集 监测以及实验室数据对比分析 中方表示将在充分参与国际长期监测 以及进行过独立取样等流程后 逐步调整对日本水产品的限制政策 对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恢复进口 要知道 日本此前在第三方采样检测的问题上 是咬死不松口的 今年7月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 在老挝举行的中日外长会谈中 会见了日本外相上川阳子 王毅当时再次表明了中方的严正立场 强调所有利益相关方必须能有效参与自主取样 不过 日方当时以涉及国家主权为借口 拒绝了这一要求 那么 是什么让日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呢 答案很简单 那就是 失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后 日本的水产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自中国实施进口禁令以来 日本的水产商们四处寻找替代市场 尤其是大量生产扇贝的北海道工厂 将希望寄托在了美国和东南亚市场上 虽然美国目前是日本扇贝的最大买家 但和中国此前的进口量相比 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反观中国已经积极拓宽了水产品来源渠道 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七月 位于南美洲的阿根廷 向中国出口的水产品份额增长了近百分之二百 英国向中国出口的水产品份额增长了约百分之一百五十 就连印尼也实现了百分之四十二的增长 与此同时 俄罗斯水产企业的输华名单 也扩大到了九百多家 这意味着 如果日本水产品长期缺席中国市场 就算日后有机会重返 市场份额也被分得差不多了 此外 距离岸田文雄下台不到一周时间 他也要留下一笔政治遗产 要知道 日本民众对于日本政府解释核污染水排放一世上 普遍持怀疑态度 根据日媒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 八成左右的日本民众认为 日本政府的解释不够具体 更有近九成的日本民众担忧此举 将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 中国在此问题上立场坚定 绝不会牺牲民众健康来进行政治谈判 中日两国如今能在福岛 核污染水排放问题上取得共识 归根结底是日本方面做出了让步 但日本要想让本国的水产品重返中国市场 应该首先宣布暂停排放计划 把全力避免对环境和人类造成不可逆损害的承诺 落到实处 并持续公开地进行相关的科学评估 好 好